为什么手枪不能装2-6倍镜呢? 这机中的手枪只能装红点和全息 而其他能装瞄准镜的武器基本都能装2-6倍镜 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手枪装不了2-6倍镜呢? 原因有两个 一,没必要 在现实和游戏中,手枪就没有装高倍镜的 并不是技术上实现不了 技术上很好实现,有合适的导轨就能装了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实用性的问题 一般手枪的有效射程就只有50米 再远杀伤力低了,也不能精准命中了 即使能装高倍镜又有什么意义呢? 只能当做望远镜使用 就好像给十字弩装6倍镜一样 射程本来就近,装了也就是能开镜观察敌人而已 所以手枪根本没必要装2-6倍镜 二,会适得其反 游戏里给手枪加上能用高倍镜非常简单 只需要修改简单的代码就可以了 但给手枪装高倍镜的话 不仅没有帮助,反而会适得其反 因为系统还会自动拾取瞄准镜 如果你手枪缺瞄准镜 会自动给你减能装的瞄准镜 如果这时候减的是高倍镜 你又不知道这个情况 等需要用手枪的时候 一开镜发现倍率高的离谱 直接瞄不到人 这时候体验就很不好了 所以还不如默认只能装红点和全息呢 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手枪应该装高倍镜吗? 好了,我们下期见